大家好 我是先生阿嬤 今天阿嬤要来分享一个这个苦瓜 插这个 它不像样 昨天我去买的这个苦瓜 太便宜了 这样一条两条才50块 那一条才25块 夏天到买也比较退合啦 头尾切掉 这样对半切 把里面这个瓜人挖掉 切薄片 也不要太薄啦 差不多这样啦 切好了现在要用盐巴 下去给它腌制让它软下来 那个苦澀的水让它跑出来 一条这样差不多一尺半 这个小小的一尺 自己看啦 看你们的东西多少 好就这样子 好搅拌搅拌 十分钟以后就可以来炒了 盐一点点 玉米粉 一点点玉米粉 放一点点油 我们要炒的油 放一点点 好给它腌制 等到苦瓜好了 我们就要来炒了 十分钟到你看 汤汁跑出这么多 有没有看到吗 干净的水啊 给它洗一洗 把它这个盐洗掉 尽量给它这样干一点 这个鸽子不用放油哦 我要把这个苦瓜 把它的水分炒干 带便当也很好吃 就方便 看哪里吹到 给它先拿起来备用 好可以了 放油下去 蒜末滚大胶放进去 然后我这边要放酥肉 加一些盐 吃 这边要放酥肉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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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瓜可以倒下去囉 放一點圓 不要放太多 剛剛那個豬肉有一點 我會放一點點味道 剛剛那個硬皮也有講 所以一次不要下太多 這個時候你們可以把火關小一點 然後你們試看看 那我們這樣就好了 你看我吃的鹹度剛好 超下飯的 苦瓜它硬性要炒吧 已經炒好了 現在剛好真的是苦瓜很便宜 也是盛產的時候 希望你們去買回來自己炒 炒看看 今天就拍到這裡囉 訂閱先生大早會 那你們有做拍到攝談器 分享給大家 拜拜囉 拜拜